今天是颱風天 在台南市這邊是無風無雨的 目前所看到的確實就是無風 看到街道上 車輛並不是很多 幾乎都沒什麼人 現在所在的是在住家附近的小社區 這邊沒什麼人 看一下天空 上 真的是有雲 但是不是整塊的 這是颱風要來之前的一個 風 那個暴風雨前的一個鄰近 平時看起來 車水馬龍的街道 因為颱風要來之前 沒有什麼車輛 這個目前的一個情形 正常這時候是山班時段 人應該是會非常的多 可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颱風天 今天是不用山班的 所以說 車流就是比以往少掉 非常非常的多 那可以看到 天空 是 陰天 可是 雲城還沒有過來 或許是 那一頭 現在被雲城擋到的 那 這個地方呢 中央山脈所擋住 我現在所在的是 台南市 在中華陸路上 那 位置點呢 就是 對面是百貨公司 夢時代百貨公司 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 平時公園 這是 新蓋的一個公園 以前呢 這邊是一個營區 後來營區遷走了 現在就變成一個公園 今天因為颱風要來 明顯的看到 這個公園啊 運動的人明顯變少了 平時呢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 現在這個運動人的量 大概五倍 那或許是颱風吧 所以說 這邊呢 就 運動的人 變得 可以用手指頭 算出來的人數 在前面這邊 平時公園這裡 有看到有台灣的 大叔大馬 在跳城堅的運動照 這也就是國內所謂的 觀察物 不過你會看到 明顯的 他們的音量不是很大聲 並不像 那個 內地的 那麼的大聲 那麼的 會影響到 居民的生活品質 可以看一下 這是公園 那旁邊呢 就有些人 還是一樣 就是繞著這個公園 做城堅的運動 跑步等等 有聽到那個音樂的聲音 是很小聲 用個小小的喇叭而已 這就是平時公園 每天早上運動的 大叔大馬 現在繞一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以後會 蓋很多大樓 還有車輛的一個轉運站 在前方 前方有 現在有看到 圍裡圍起來的那個地方 以後是一個轉運站 公路巴士的一個轉運站 看到一隻很可愛的狗狗 牠看著我 好可愛 跑掉了 跑走了 跑走了 可以看到現在還沒有風雨 這是颱風要來之前的一個鄰近 所在的位置呢 是未來 台南市轉運站的一個地方 那目前這邊所看到的 幾乎都是要去山班工作的 雖然今天不用上班 但是明顯你可以看到 車上這些騎車的開車的 大部分不是現在出來 趕快去採買 那個菜市場買些 民生必需品之外 另外都是要準備上班的 這些上班的 不外乎就是軍警啊 保全啊 菜飲業的啊 這些 基本上 雖然今天放颱風架 但是實際上呢 也就不需要 那個工 不是 不像那些人 不需要工作者 那公務人員當然就休假 不過還是會有 值班的公務人員 他們還是要上班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車子比平常大概少了 死剩平時大概六分之一五分之一吧 甚至也不到 甚至十分之一 平時這邊如果等紅綠燈啊 整個車子會排很長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 沒什麼風 沒什麼雨的情形下 趕快這些人上班 那下午的時間點啊 下午應該會下雨 那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這路邊 停的車輛啊 就有可能被颱風給刮 給刮倒 就會倒下來 那聰明一點的 會放到這個 那個騎樓底下 不過說實在的 也是沒有用 為什麼 這邊正好是大樓 它會有所謂的風切 風切之後 這些車就有可能側倒 這一段就是在台南市的中華路 還有台南市的中華路 東區的和永康區交界的地方 還有跟小東路交會的地方 就是金三角辦公大樓 寫字樓的樓下 好的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是台南市 那個中華路 跟小東路交叉口 這邊為各位拍的影片 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 記得關注我的影片 同時幫我按個讚 我們下次影片見